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孟参老和尚 念佛念到相应的时候 相貌马上就变 心里想什么 外头自然就显现出来 当你念恶弥陀佛心咒的时候 你要想 我的心跟佛的心是一心 把我的贪 称 吃 慢 已变成了见 定 我们看一个人 他将剃度的时候 你看他的相貌 当他修行三年 五年 再看他的相貌 从世间的眼光来看 可能没有那么红润了 身体没有那么健康 因为出家了 饮食 起居 生活都不同了 但是 清风倒鼓 安静吉祥 另外有个现象了 不是世间相了 看到一个老和尚 又干又瘦的 但是他有德 那个德的光辉 跟你世间的相貌 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看本质 不要看现象 这个人有大愿力 成于中而行于外 他心里想什么 外头自然就显现出来 过去有这么句俗话 老儿不死是为贼 人活的岁数很大了 老了他还不死 比强盗还厉害 他的心也多了 为什么呢 社会上经历的事情多了 他一看就明白了 骗他骗不了了 但是这是经验 不是智慧 智慧就不同了 智慧为什么不同呢 智慧不是分别 而是照 心情上说 照见五蕴皆空 照是什么 用他智慧的光明去照 人的相貌随时在变 如果你注意观察着人的相貌 一天当中会变化几次 要是隔几天你去看他 相貌又变了 你看见这人很厌烦 面貌可憎 言语无畏 你隔两天再去看他 你会生起欢喜心 那时他有修为 现在一个人他如果打一个七 念几天佛 念到相应的时候 相貌马上就变 变 不是世间上脸红 或者脸白 或者好看 不是那个他有一种道德 使你感应 使你心欢喜 你看那个老和尚 老喇嘛 样子很丑 很脏 你见着就生起恭敬心 对他特别恭敬 这就是他的德 咱们每个人都有光 咱们自己见不到 鬼神能见到你的光明大小 你修为的好不好 善人的光明就大 恶人的光明就黑暗 就小 也有光 人人都有光 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 天眼就能见到 说他知道这人有德没德 就看他的光明 看他的作用 他做的事你不能知道 但是他给你表现的光明有德 有些人 人见到他就欢喜 有些人 人见到他就生烦恼 乃至不愿看他 就是那个人没有德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